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想先跟进风中请教的是 这屋主大家大概有一个背景 然后对于空间的需求是什么 女主人她本身对艺术很有研究 她本身就是个美术老师 那对颜色一定是非常讲究的 是 没有错 所以其实她对于这种室内装修 有她自己的一套看法 所以她是打算把这边当作是一个 退休宅 度假宅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呢 那你接到这个案场的时候 原始的状况是什么 对 她其实是想把整个空间 当作是未来生活的一个退休宅 对 整个屋框呢 其实它是一个全毛配 你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 挑战在哪边 它是要一个2加2的空间 所以2加2呢 是两间主卧以外呢 还要两个 一个是书房 一个是合室 玄关就是给一个第一印象的地方 对 然后这个空间 一进门就一个非常漂亮的立面食材 对 跟我们聊一下 这个食材怎么样选择 怎么样做一些配置 这个石头叫做百达菲利 那其实它不只名贵 而且它漂亮 我们在做切割的时候 放在玄关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它有一个会发亮的那个蓝光 刚好形成一个云朵 而且呢 前面放的饰品 还不会挡到那个云朵 而且这颗石头 它有一个特殊就是说 开灯它也许亮在A处 可是关灯它可以亮在B处 好 我们从玄关进到主客厅的空间 左右两侧的墙面都非常不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玄关 是连这个mini bar做一个设计 怎么会有当初的想法 mini bar当然是在餐厅有关 可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就是回家先洗个手 跟日本人一样 外面的一些细菌病毒 都把它洗一洗 对于整个餐厅区 其实多了一个水槽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 这个里面它的涂料有一点 我刚刚特别观察到 打灯跟不打灯 或者是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 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特殊涂料吗 对它是特殊期是手工刮出来的 它其实跟云纹有点类似 它每一个位置的角度 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折色光泽 其实这一吻盒 我们希望带给屋主比较偏人文的设定 其实跟整个空间 电视主墙都有很大的一个连带关系 所以把它界定成这个空间是 现代人文风格 是 怎样去凸显这几个字 在你的空间意涵当中 我们对于这块的设定 其实对于用建材材料 跟我们用的涂料都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我们这种木纹砖 在选择的时候 也都有很大的一个相关 对于人文的设定 我们会比较偏木质化米色系的 大地色系来做选择跟设定 我们玄关刚刚讲的其中一侧的立面 另外一个相对于 因为我职业病的关系 我一看觉得有点像是 我们专业录音间的一个墙面 这个的功能是在哪里面 对因为其实这道墙是我们的电箱 我们就建议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以一个洞洞版的方式 把它隐藏掉以外 它可以挂画挂一些花花草草也可以 其实它的功能还蛮丰富的 沿着过来这个你刚刚讲到人文 像这个大理石面 就有透露出人文的风格 因为这个石材叫寒江雪 它的那种云文的那种感觉 虚无飘米的那种感觉 好像我们的水墨滴到水里面去 它是另外一个艺术感的那种表现 我觉得除了你刚刚讲的 现在人文之外 还多一点低调石滑 所以在建材的上面配搭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的风格都带一点奢华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 让我们的青涩的感觉 还是再带回来 让这个地方呢 也许有客人来啊 就觉得说它也不低调 但是它就不会那么的 平板 白痴没味那种感觉 你刚刚讲了2加2 其中一个是和室 另外一个是书房 对 书房你是不是有在动静上面 特别做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比如说书房呢 它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可以跟 整个工领域来结合 它可以全开放 那和室当然是人多 它会有第二客厅的概念 甚至有客人来 它可以当客房 其实书房是什么 是我们的穿透空间 可是和室呢是什么 再穿透 所以当时我们有几个方案规划的时候 就是在窗边的地方呢 我特别留下一个 可以放一个很舒服的 给男主人用的单衣 那个是男主人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坚持要留下这么一个位置 他可以坐在窗边 可以看外面的风景 对 你知道我们男人其实到一个年纪 要的也不多 是 但是桌面是一开始是 太太是希望能够越长越宽越大越好 但是你就经过了整个空间的想法之后 那个角落 其实可以有它的独特性 是 那在餐厅跟厨房当中 一开始的设计的想法 他们是比较走轻食的一种烹饪方式 所以整个空间 希望它有更大的放大感 当然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用中导区隔厨房跟餐厅 那餐厅因为空间它不是一个长方形 它比较适合圆桌的一个表现方式 其实不管是中导或者是很多立面上面 你拥有很多的茶镜 怎么样让这个茶镜在这个空间当中被突出 或者是当初你这样安排的比例上怎么去做 对 其实茶镜它有很多的功能 它第一个 如果说我们用的是一个假穿透 或者是一个镜色的功能 它其实它可以跟环镜结合 然后又提供了一个叫做低调奢华的那种表现的质感 其实我们在玄关也放了一个茶镜 它可以当穿衣镜 它其实有跟环镜整个融合的一个最大好处 从我们做的位置可以让它如果有孙子回来的话 穿透到合适 对 你一边学用的是茶镜 另外一边就是完全的透明 对 你当时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想法 镜子是假穿透 真的是玻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用茶色了 因为我们希望它是真的能够看进去的 金风向你讲二加二 那个加二我是一眼就看到 是 反倒是那个主卧跟刺卧 我刚刚迅速浏览一下 好像你是把它藏起来的吗 对 这是我们的手法 就是说我们要进主卧 我们用的是隐藏门的手法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廊道的底部 通常廊道底部是什么 是端井 端井我们就可以挂一幅很漂亮的画 所以我们在于廊道的端点 那个位置其实是赤主卧的门 两个门都刻意融入在空间当中 那推进门之后 帮我们来做介绍吧 先讲主卧 我们进去之后 我们大概规划的就是衣帽间 还有主卧的浴室 然后才是床区 那比较特殊的是 反而是这个主卧的浴室 它其实是一个 类似比较长红玻璃这样 有点半穿透 我们是希望说它的那个明亮感是存在的 打开之后其实它有一个臂洞 那这个臂竿呢 其实我们也是拿 百达菲力 剩料做在这个壁刊上 甚至我们的脸盆台面呢 这个台面呢 我们也是用百达菲力的剩料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脸盆台面 主卧的环境 不管是颜色或材质 怎么样去做界定 在颜色上 其实我们带点粉色系的配色啦 所以在床头的部分跟窗帘部分 我们走这样的一个想法 墙面我们既然做了一些 软妆布置的一个封布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当船头使用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最让我觉得今天彩度 饱满的这个端井墙 但它是门 推进去之后 次卧尔房的一个想法 这幅画的主视觉呢 我们希望推开有第二个经验 就是出了一个端井 推开之后它有一个更大的 更饱满的一个视觉 整个墙面塞满 是他们家共同的画作 所以是一家人一起完成的一个作品 对对对对 哇这多么的独一无二 是 当你把你的作品 屋主的家 交到他们手中的时候 他们给你的回馈是什么 我希望他们每天住在这里面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觉得说 他们没有找错设计师 就像我们应该开场讲的 退休之后在这边的每一天 都是舒适又温馨的一天 倒空梅